这个视频是教怎样区别 SK跟SM 然后它们各自的装法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堆Probender 这里是装SK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洞 然后这个是可以直接锁一个screw进去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SM 它是要锁一个screw的 然后如果你们有这个Probender的话 里面会有配件的 有这长的screw 然后还有锁一个key 然后还有短的 但是这个我们不会用到 这短的我们没有用到 我们只用到这四件东西 不然还有那个角 然后现在是要装SK先 我们先装SK SK的东西 就只要这个东西 然后再额外另外配这个 这个叻 这个叻 这个叻是直接把它 从后面这样子进去 你就可以直接扣着了 扣扣 你只要确保你的门已经转了通 然后它刚好可以直接进去 锁紧后面这个地方 就ok了 然后这个记得要放回 要放它夹在这边 然后它装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锁紧了过后 直接用它cover 盖住 这样子的话 它是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 ok 这是SK的 然后如果是SM的 现在装的比较容易 它要的东西 可以只要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额外配到一个screw 是直接 不可以挖动 然后直接 直接从门那边直接锁进去 然后它是像这样子 然后你要记得 要装的时候 这个环的方向 永远都是向外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们不能在拉的时候 它这个Alan key 才可以扣着那个 这个脚 这样子它就不会这样子 掉出来 所以它是像这样子装的 手面 直接 手面 然后直接扣进去 这个就可以直接上手了 这样子就稳了 这是SM的啦 SM的装法